国际消息来看到美国边境再度的松绑了 白宫在一号就宣布从五月十一号开始 要结束强制新冠疫苗接种的要求 从十一号开始美国就会结束新冠病毒的 宫位紧急状态 所以搭机入境美国的国际旅客 不需要再提供疫苗证明 同时呢也不会再强制要求联邦工作人员 必须要接种疫苗 另外美国国土安全部他们也宣布了 十二号开始经由陆路关口跟搭乘渡轮入境美国的旅客 也不用来提供疫苗证明 哈喽我是叶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